各位观众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 我是黄耀义 中国政府在5月颁布了 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第二次审议稿 当中对于中国境内 甚至连境外的外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学术界 都将受到严格的控管 而习近平更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当中决定 要在社会文化以及经济组织当中设立党组织 这是否是之前七部讲的具体实践呢 而中国的公民社会是否将因此窒息 外国的文化以及学术界 也是否因此将起了寒蝉作用 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 韩连潮博士 欢迎您 另一位是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 滕彪律师 我们的观众听众热线已经开通 请您拨打400-120-0551 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 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韩博士 就是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对这些NGO还有对这些文化学术界的人士出手 到底他们给中国政府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呢 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的整套的一个战略措施 那么中国从其实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这个只是到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更加快了这些立法的这个程序 那么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一个方面的这个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 由于互联网 由于这个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这个觉醒 那么已经开始对中共的执政的合法性开始质疑 那么很多呢 是因为在中国的所谓的NGO 开始在在兴起的这个缘故 中共自己统计说是大概有五十万五十四万左右的这个NGO 但实际上我知道的数字呢 要远远超过这个 可能甚至到要差不多十倍或者是更多 那么这个NGO的实际上在很多是跨境跨界 那么它有一个组织化 一个这个一个 这种组织化是中共最担心的 它最担心就是它的这个执政安全 认可一出现组织的时候 它就觉得自己的这个执政安全受到威胁 所以呢 它会通过一切这个手段 来开始逐步逐步的这个打压 当然NGO 尤其境外的NGO 只是它的一个目标之一 我想他们这个这个立法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实际上要把它 置于一个严格的管控之下 并不是说完全把这些一个境外的这个NGO 全部赶出中国 因为中国实际上中共是境外 这个非政府组织的最大受惠 受惠方 因为大量的NGO的这个资源 金钱都是注入所谓的 Gongo 就是所谓的中国政府的这个机构 那么他们现在的这个限制在什么地方呢 一个就是要把这些找到所谓的这些境外的机构 找到一个国内的合作伙伴 就是中共政府认可的这种Gongo这样的这个合作伙伴 同时要把这些个国外的一些机构 尤其是到政治的 像这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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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O或者是旅权运动的 把他们的这个资源全部卡断 不能让他这个这个国外的资金流入 进入支持这些个中国的公民社会的这个NGO 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考量 是 那我请教一下藤彪律师 首先先感谢藤彪律师参加今天的节目 那我请教一下藤彪律师 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NGO 他本身刚才那个韩博士也提到 他们主要关注的一些工作都是 例如像女权 环保或是一些公民社会等等 对这个中国的中下阶层的人民比较有益的工作 那当然在学术界方面也是很多的学术研究 也是针对这方面 所以如果现在出台这样一个新的办法 针对他们来做出严格的管控的话 对未来的中国NGO的发展 以及对这些他们所关注的中下阶层的中国人民 会造成什么样负面的影响呢 对 像中国政府对NGO的监管控制 一直有这么一个粗略的区分 就是把提供服务的这些 也不涉及人权 不涉及政治议题的这些NGO 和其他的涉及涉及维权 涉及政治的NGO区别开来 那对前面那些维权的或者人权的NGO 他们的控制 他们的打压就非常非常的严厉 那像公盟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 不但整个NGO被关闭 而且很多人参与者都被抓捕判刑 那其他的NGO像环保 像儿童权力等等 他并不是特别敏感 但是也逐渐地纳入到政府的打压的范围 那在胡锦涛时代 在江泽民时代可以有发展空间 基本上可以正常活动的这些NGO 包括女权NGO等等 现在都遇到非常非常严重的打压 包括前不久的这个女权无姐妹被捕等等 所以这个就会对大量的 毕竟这种不涉及政治敏感议题的NGO数量更多 那对他们的工作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估计很多NGO都没有办法继续开展工作 他们的工作可能就放弃或者停止了 那如果要坚持的话 这个面临的风险 包括NGO被关闭的风险和他们主要负责人被抓捕的风险 都会大大的加大 是 曾彪律师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法案 引起很多外界的 尤其是外国学术界的关注 也包括因为它法案里面有规定 对外国的境外的学术以及NGO有一些管控的规定 那我们看到这个纽约大学的孔杰隆教授在纽约时报上也发布了一篇文章 说北京不再欢迎您 其中他也提到说这点让他们觉得是不寒而栗 他说因为把这个触角伸向了中国之外 换句话说如果他举一个例子 如果一个学生团体在美国校园之内 来抗议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一个处置或做法的话呢 将来可能在中国做学术可能会遭遇到困难 那我们知道您在哈佛大学做研究 哈佛大学本身是一个非常自由的 学术自由的一个校园 那您会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新人办法出台 对于像哈佛大学这样知名的美国名校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吗 对美国的大学是独立的是比较自由的 但是近年来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 它的影响的扩大 它对外的这种文化的输出等等 都已经影响了西方的学术自由 这个例子就太多了 不光是一些普通的学校 他们引进孔子学院 他们害怕跟中国的合作项目受影响 他们已经因为中国政府的这种原因 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那像美国的长青城大学 也有很多很多都在这个学术自由方面受到了影响 像一些跟中国政府的这种学术交流合作项目 都是中国政府花大笔的钱 来试图影响这个研究的领域 研究的方向 甚至这种结果的观点的产 那境外的NGO像 比如说跟中国有关的一些NGO 他们在境外有一些政治活动 人权活动 那可能会连累到他们在国内的项目 或者在国内的负责人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是 谢谢藤博一致的分析 那我想接着请教一下韩博士 我们知道在海外 尤其像在美国 它所谓的学术研究单位 NGO还包括像智库方面 有很多的研究人员 很多的中国专家都来自智库 那我们知道这些智库的专家 以及美国大学里面的专家 还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里面的一些专家 他们的一些报告或是文章 向来是美国政府制定外交政策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凭据 那么如果是一个新的这样的现象的话 对美国政府或者西方政府 对这个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的制定 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呢 在这点上我跟这个藤彪律师 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么我认为呢 中共在制裁 在打压境外NGO 它实际上也是有选择的 它不是说是 就是所有的都进行打压 那么它一方面呢 打压那些个 就是主张人权的 主张这个政治 政治民主这个改革的 这些个NGO 它是绝对要加大打压力度的 那么对另外一些像 盖茨基金会啊 这个从事工艺事业的 从事科技事业的 或者从事这个 这个城镇城乡服务的这些 包括商会这样的东西 它会放宽 我觉得它会放宽 它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说 即使像这样的一些一个 我说的这个四类的 所谓的这个公益组织的话 如果是这些组织 形成一个跨界的 跨境的 大规模的一个组织的时候 对它执政造成威胁的时候 它也会进行打压的 即使你完全没有政治色彩 你只要对它 它认为构成了这个威胁 它都会进行打压 因为中共的这个 传统故事的思维就是 它一旦出了自己体制内部 出现这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后 它不是从自身来认 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 它反而从外头 把所有的这个过错 都是说是境外反动势力造成的 那么境外的这个NGO 它也是认为 给中国这个执政安全 中共执政安全造成的威胁 所以它必须要进行打压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它这个大外宣的这个战略 又跟美国特别有影响的 这些一个学者 特别有影响的这个智库 进行密切的合作 因为它想收买他们 它想给他们这个 影响他们的这个观点 所以这种合作并没有减少 而且是在加强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种 非常选择性的 来打压境外的这个NGO 好 我想这个 接着您提出的就是 选择性的执法的问题 想请教一下这个滕彪律师 在这个草案公布之后 我们除了引起西方的 这个公民社会人权组织 学者的这个批评以外 我们也看到 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学者 也对这个草案提出 一些尖锐的批评 比如像这个清华大学的 这个NGO研究所的副所长 贾锡金教授 他就提出了 他就说这个法律 就是涵盖的范围 无边无际 二是就是说解释有很大的 试法权 那么导致第三个后果呢 就是给执法者极大的一个 自由的裁量权 还有主观的选择空间 就是韩文昌博士所说的一个 执法上的一个选择性的问题 您怎么看中国体制内学者 对这个法案所提出这些尖锐的批评 您认为这些意见最终会被 采纳到最终的文本之中吗 也表现出国内学者 对于这个新的法律草案的不满 它实际上就是太过分了 但就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 就是把原来民政部门的一些 负责登记监管等等权利 都交给了公安部门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国朝着这个警察国家 又大大的迈进一步 那就是执法者这个裁量权过大 选择性执法当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像贾锡金教授这样的建议 我觉得基本上也不会被采纳 这种国内国外的各种批评建议 我觉得很少有机会能够体现在将来通过的这个法律里面 那所以我也同意韩联潮博士的这个分析 它对于境外NGO对于国内的NGO 它都是有区别对待的 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所谓Dongo就是政府主导政府控制的NGO 那它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工作 将来的这个吸收境外资金 从法律上从条文上来看 是一定会受到影响的 因为一定会包含他们 但是因为这种政治的考量 因为这种选择性的执法 所以对于这些帮政府忙着帮助加强这个专制统治的这些NGO 它的这个工作是不会有太大影响 关键就是那些政府认为给它找麻烦的维权的 或者政府认为有政治目标的等等 这些NGO尤其是和境外资金有关系的这些NGO 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是 谢谢藤蔓律师的分析 我想请教一下韩联潮博士 刚才藤蔓律师也提到 就是针对您也讲到说 针对政府本身自己的这个批准的NGO 他们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习近平在五月的时候 在政治局会议当中讲到 要在这些NGO或是这个文化经济学术单位里面成立党组织 是否就是要加一步的 进一步的强力的来控管这些NGO 对 当然是 它主要是指国内的这个NGO 因为它已经感觉到 我们说前面提到的 这公民社会的这个新起 公民意识的这个加强 那么很多这些个组织呢 已经建立起来了 比实际上数量要比官方的数字要多得多 那么这些个那么多的这个NGO的话 肯定对它这个管控带来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把党支部建立在这些NGO组织里头 就是实际上是中共的一个传统做法 把这个党支部建立在连队上面 就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那么认为通过党呢 可以对他们进行管控 不让他们能够越界 能够来保持中共的执政的这个安全 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考量我想 那它成立了之后是否会反而让这些NGO变得僵化 没有办法执行它原本该做的目的跟任务 那肯定是的 而且它有很多具体操作上的问题 比如说有的NGO是非常少 就是两三个人或者是一个人 它就可以搞一个NGO 但是你说它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党组织呢 这个而且我觉得NGO的这个 它所做的东西和这个党所要求他们做的东西 可能会是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想把一切东西都知无党的党的领导之下 这个我觉得也不太现实 因为不可能所有的NGO 那么几个人的一个NGO 你怎么建立一个党组织呢 所以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 但是呢我从这个 它这个措施我们可以看到 那习近平是想在全国 建立一个警察这个国家 建立严格的监控 一切都必须在党的这个领导之下进行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最终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是 那我想请教一下腾彪律师 我们现在现场有几位观众朋友 但是在接听他们电话之前 我再请一下腾彪律师 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新的出台的法案 也特别强调所谓的这个西方的势力 跟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 那这跟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个所谓的九号文件 七步讲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为什么北京选在这个时候 把这个东西具体化 九号文件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个总纲式的 一个指导性的文件 包括对抗西方的这个普世价值啊 不能讲这个司法独立或者是这个党所犯的错误啊等等 他就是要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控制啊 抵御西方的这个意识形态渗透或者是防止颜色革命 那在这样一个就是文件 指导性文件的这个就是出台之后 他就他就有一系列的这个措施 具体到案件的大量的这个动作 包括在大学的控制 包括对互联网的控制 包括抓捕高瑜抓捕许中伊勒哈姆等等 这些学者记者维权人士 包括对这个家庭教会和这个三字教会 这个控制啊 这两年是明显对基督教会和其他的这个宗教团体 加强了镇压 包括这个我们正在讨论的 对这个境外NGO的这个管理法 都是这个九号文件 在实现当中他的这个表现 所以就是习近平不但要建一个警察国家 而且在意识形态上 他也要明显的回到毛主义 就是原教旨毛主义的意识形态 有了越来越多的影响 虽然他能不能够实现这一回事 但是从习近平和党中央 最近两年多的这个动作来看 他的确是想要在意识形态上 回到更加僵化 更加保守的这个原教旨毛主义 好的 谢谢腾表律师的分析 我们接下来接听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首先我们请辽宁的孙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孙先生请说 你好 嘉宾好 我想说啊 就是我这几次我用电话打电话吧 都不接 说主持人对嘉宾刻意点 其实哪次我没对嘉宾说不好听的话 我只顾过发表我个人的关键 六四那天吧 我想的话发眼泪的 在我们接我电话 我今天的话就说是现在对这个恩怨无法 对这个组织法的话出来吧 我想到六四 我说一说六四这一件事 对六四我分的话两个多 我六月十四这学生运动不应该跟学潮联系到一起 孙先生 不好意思 您要讨论六四跟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 NGO是否有相关呢 如果没有相关的话 我们将把时间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 谢谢您的来电 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李先生发表您的看法 李先生请说 那个NGO这个禁止应该就比如韩仁潮先生这样的人 如果是一个NGO的负责人的话 我感觉这种人应该被禁止的 还有那个关于人权的话 美国之音应该是应该是有观传对准的吧 因为我看到这个新闻 好像美国之音是经过国会拨款的这个项目是吧 是的 好了 谢谢湖北的李先生 如果是您的这个问题 我们请韩仁潮博士来回应一下 我们知道这些NGO有分很多种 还有正的反的 有左的右的 有各种派别都有 那刚才这个李先生认为说 如果像您这种的 您的这种方式的NGO是需要被禁止的 您怎么来看说 NGO在美国在各个国家 以及在中国的发展呢 是否有特别某些被选择性的禁止 某些是特别发展特别蓬勃呢 美国没有这个法律禁止任何的NGO 而且NGO的这个注册的话 你可以在任何州里边就是注册 按照公司注册就可以了 几分 几分钟 二十分钟 你可以在网上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那么在中国呢 现在NGO注册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么192013年的时候呢 开始做了一些改革 发改委让这个四种类型的商会啊 行业这个协会啊 还有慈善组织 城乡服务这些一个协会 另外科技类的这样的组织 可以让他们就不像以前那样 必须挂靠一个单位 就可以来进行注册 但是它有很多的这个这些软的这个这些门槛 让你跨越不过去 在你资金上面各方面都对你进行限制 美国没有这样的限制 美国这个其他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这样的限制 那么我们知道印度和这个俄国现在在做这个一些限制 那么但是这两个国家都是一些民主国家 并不是这个 不管怎么样它是人民选出来 哪怕是普京这样的这个政权 它也是人民选出来 中国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一个一个一个国家 实际上是中共呢 劫持了13亿这个中国人民 把一个政治制度强加给这个人民头上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根本上的区别 那么你就进行什么样的 只要是按照这个法律 我觉得不煽动这个暴力推翻政府 那么这都是应该是合法的 那中共的情况不一样 我觉得甚至武装起义武装斗争 人民可能都有权利来进行这样做 但我自己不鼓励这样进行 因为暴力毕竟是这个统治者 这个独裁者的这个优势 而不是民众的优势 所以我们应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争取 NGO实际上是公民社会的一个产物 美国民主社会之所以能够强大 之所以能建立 就是由于大量的这些NGO的存在 大量的公民社会的这个组织存在 这样的才扎实中国未来的发展 也很大成长取决于这个公民社会 取决于NGO的发展 是 谢谢韩南朝博士的分析 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美国的 像您讲的 不管是NGO或是像新闻媒体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多元的意见都可以自由发挥的 在这里也可以顺便回应一下 我们的互贝利先 就是美国之音虽然是有国会拨款 但是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新闻机构 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还有我们的各位网友 在我们的网站上 或是我们的节目上call in 来发表您多元的不同的意见 我们都虚心的接纳 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位河北的郭先生 我们来听听郭先生您的看法 郭先生请说 郭先生您好 你好 我跟这个刚才那个辽宁的那个先生 先说一下 就是我经常打这个电话 打不同的战线 打不好的态度 实际上啊 就是说我对这个NGO这个事 就是这个习近平就是一大败笔 对这个言论自由 不但没有 有条不紊的 就是说是喜取里边的 扯取的东西 对人们的希望 视若亡人而且加大 这个党政的监控力动 这不倒行历史 我希望韩联潮 还有那个先生 你们加大力动 在国外一定要把这个 国外的这个政府的良知 换起来 一定要尽可能 就加大力的实践压力 这些国家 好的 投资的国家在那 无穷无限 谢谢 谢谢河北的郭先生 那我们请这个滕彪律师来回应一下郭先生的看法 他说 现在 在这个中国境内的一些的这个新闻自由 言论自由非常的严谨 那您的看法 在这一次的新的这个NGO的办法出台之后 是否未来在中国的NGO 不管是境内或境外的发展 会更加的困难呢 对 国内的整个的环境 整个公民社会的发展空间 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一个低谷 或者说是1989年天安门屠杀之后 中国现在这个这个是最糟糕的时期 这种人权方面 那在有大量的记者 这个作家网民和维权人士被捕判刑 那NGO的这个受到的打压 已经虽然这个法律只是草案 还没有正式出台 但是对NGO的这个打压 已经早已经开始 比如说船只行 立人图书馆 女权组织 新公民运动 这个艺人评等等 这个大量的NGO 已经被摧毁 还有另外一些关注劳工 关注这个乙肝艾滋病等等 这些NGO都在面临一个严重 所以在未来几年 我觉得这个趋势也很难有所变化 当局他决定大力镇压NGO 镇压民间社会 这个态势是不会变的 是的 谢谢您的分析 最后我请韩林超博士给我们做个总结 我们知道其实NGO本身 它的存在这个目的 也是提供这些社会上的问题的一个解决 问题的一个检讨的方式 以及一个情绪的出口 那如果现在呢 把NGO大量打压之后 是否中国这个社会压力过的现象 会更加严重 反而对未来中国社会的不稳定 埋下这个变因呢 对 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性 就是在短期内 至少是会对中国社会的这个稳定 带来很多的这个问题 那么中国这个继续打压的话呢 肯定会走一个相反的 其他相反的这个效果 是的 好 谢谢您的分析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关于北京出台新法规来管控海内外NGO 以及学术界的讨论 到此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将带您来关注 中国的新国安法 是否彰显了党国部分的现象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 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 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 大家好 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 您想更了解美国吗 时事大谈将在期期内 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EOA有问必答 对于美国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 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 只要您提出来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 有问题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 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 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 我要上BOA栏目 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 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 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 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有问必答 我们电视上见 我们电视上见